詩先生,剛才我們講到做生意 有一個生意是香港的主要支柱,就是地產 上一次我們談到樓價的問題 我想問,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看 如果樓價不再升 其實可能,反過來社會的氣氛 可能大家仇富,或者對地產商的怨恨會少些 可能有利社會的氣氛 我們說回來,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政府是否應該趁這個時候,建多一些樓 正如有一篇文你也寫過 你覺得香港應該住一千呎 我自己覺得,暫時政府要做的事情 先要保障香港不會出現通縮 保障不會出現通縮 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會大於高樓價 即是九七後,香港出現通縮 差不多有六年 七八九十一 零三年之後,零四年才好 你看美國在金融海嘯之後 或者這一次,它量化寬鬆 其中的目的,亦都不想出現通縮 出現通縮,很多時候 那個因素都是資產價格下跌 樓價下跌 譬如金融海嘯後,就是次案爆破 樓價下跌 所以聯儲的做法就是 大量去掃握那些按揭證券 即是等一些按揭公司 可以繼續收回那些錢 去借錢給人買樓 樓價不下跌 那些人就覺得自己財富還在 就會願意消費一些 所以我相信 現在香港是否增加樓宇供應 首先要看著市場 如果市場相對健康 經濟也有自己的動力 你就可以增加供應 如果價錢都很疲弱 你還踩一腳下去 政府將來要收拾局面 就難度很高 所以如果你說 從民生的角度去看 這個時候 是不是張樓價更加好呢 你看九七後 董先生是成功地 張樓價壓低了差不多七成 當時有沒有解決到 政府和市民的矛盾關係 那時候更差 那時候更差 人家說七一遊行 和八萬五都很大關係 所以我認為 是否這個時候是增加供應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剛好形勢 開始變未曾定局的時候 我認為要很慎慎 但是你說 香港要不要增加土地供應呢 當然要增加 因為香港人的確住得不好 香港也不是沒有地 香港人又不是給不起建築費 沒有什麼理由要屈就我們 非要我們住得那麼差 即是我認為 即是要做地 但是必須要賣地 我基本上不反對 任何會增加香港土地供應的方法 所以譬如對於填海造地 我整個理念我不反對 但我認為最快造地的方法 就是不用造地 做樓而已 做樓就是放寬地積比率 同樣一塊地 一萬呎 如果地積比率是八倍 那你就可以建到八萬呎的樓出來 但有些地方 地積比率只有0.6倍 一萬呎的地只建得六千呎的樓 六千呎的樓和八萬呎的樓相差很遠 所以只要把地積比率低一點的地方放寬它 就已經增加了很多供應 其實這個 是不是就是令到香港現在的地產商 每次都要建豪宅的原因 起不起豪宅 因為如果可以建多一點的時候 它就未必需要建得這麼好的 它建豪宅 因為它建什麼 它賣不賣得出 賣得出當然是建豪宅 同樣一塊地建豪宅 如果可以賺多一點的 它就要建豪宅 但是曾幾何時 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時候 建豪宅 是沒有建小樓賺那麼多 以前太古、置地就建豪宅 長江、恆基、新鴻基 建荃灣、中新、沙田第一城 賺得多於建Strawberry Hill 所以建不建是市場決定的 當然政府可以透過城市規劃 土地那個批租條文 去限制它建什麼樓 但是通常不是說 建豪宅賺多一點發展商 建豪宅 都要翻地適宜建豪宅 你剛才說過地積比率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馬上去 香港究竟有沒有農業 或者香港農地的運用 是不是一個合適 其實香港有很多農地 由七十年代開始荒廢到現在 即是 荒廢了五十年 是的 與其等它荒廢 不如重新規劃新界土地使用的一些規劃 令到更多的土地可以拿來做市區用途 即是在香港在六十年代之前 港英政府只是用香港島、九龍半島做市區發展 當發覺人口增長得快的時候 它便建立了一個新九龍的概念 將葵、沖、泉、灣、沙、田、觀、塘、油、塘 都變成可以建一些高密度的住宅 立即市區擴大了 我覺得現在可以建立一個新香港概念 將新界多一些土地 劃成市區用途 這樣它便可以建立更多的房子出來 有些人說 建立這麼多物人口 物道高、排污、交通 香港如果沒有人口增長 只是讓他們住鬆一點 怎會增加交通負荷 他們不會住在其他地方便多些 排污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限辦拿來講 增加地積比率 只是改善香港人的生活 整體上不會增加香港的人口密度 政府為何不做 給一些不知那樣的團體 找這些那樣的理由 去瞞左政府拿地 其實只要特首指示承規會 告訴他們要將更多的土地 可以勃作市區用途 根據成規條例 特首是有權這樣做的 這是新概念 但如果你剛才說過新香港那個 是的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機會大不大 看它有多大的決心 因為香港在80年代 我們一年有三萬個私人住宅供應 現在只有一萬五個 一半 沒有的 有時七、八千都試過 是的 那麼你這麼少供應地產商 那不需要撐這麼多普羅大眾去買樓 他買樓的對象 就賣給最上級收入的那些人 如果他的銷售對象一闊 銷售對象闊了之後 他就要適應闊了之後的平均購買力 那他一定會將樓價下降 如果你要樓價下降 很簡單你將居屋都撥去私樓 那私樓就立即多了 私樓就會便宜 當然有些人買不到居屋 但是樓價立即下降 會有人又會撈你 那但是發展商你給他起多些 他賣便宜些都生意一樣做到的 那現在其實發展商 在起它以前的capacity一半 你收容機、行機 起多現在它一倍的產量 它都有能力 八十年代到現在三十年了 它沒有炒多少人 它那些人都在 那要建多些 它怎會建不了 不過建築工人是老了很多 所以香港又可能 真的要放些外勞進來建樓 你突然說到外勞問題 這個更加深入 需要一些時間去談 我們下一次 與詩永青對談 我們不如由這裏做切入點 我們就談一談 究竟那個勞工問題 或者香港的工作人口結構 好 下一次再跟大家再談 這個想法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